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位子女已经超过十八岁 在法律上面呢 父母是不需要再抚养了 至于赡养费方面呢 如果想保证以后 向法庭申请更改数目的权益 我建议牧女士就算你不需要 也可以象征性收一块钱 我养了她这么多年 我一分钱都不给她 我一块钱都不要 我只要尽快离婚 两位 两位 冷静一点 就算两位已经同意了离婚 也必须要分居一年 却证明你们这段婚姻 已经破裂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法庭才会接纳 一年 还要什么证明呢 我们已经破裂得没得救了 你相信我 明白 但是现在的人 就爱闹离婚 一转头又好得不得了 为了让婚姻不那么儿戏 分居一年是必须的 我不是要闹离婚 我想了很多年很清楚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因为经济问题 我暂时没有办法搬走的话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从今天就开始算分居呢 因为土地问题 离婚还要一起住 这类案子我也接过不少 你可以找个代表律师 去帮你们写份证人陈述书 去证明你们两位 理论上是住在同意无言下 但是实际上跟分居没区别 那要怎样才跟分居没区别 例如虽然你们住在一起 但是并不会一起吃饭 衣服也是分开洗的 也不会有夫妻之间的 亲密行为等等 这些一早就没有了 那就没问题了 你给我一些资料 我可以帮你写份陈述书 谢谢 回来了 儿子 先别洗澡 我有话说 小妹 我给你老爸 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分居 以后呢 他是他 我是我 家务呢 自己管自己 那些公用地方 比如地板 厕所 要轮流洗 以后呢 我不会全天二十四小时 伺候你们了 那以后没加长菜吃了 我会做给我子女吃 那就行了 谁要吃你的饭 又刮又淡 其实呢 一家人不用算得这么清楚的 不要动 我写了名字的 不如连你这床也分成两万呢笨 不用分 我睡大妹那儿 床是我买的 要睡交租 老爸 你要算吗 我就算到底 这么多年就是个猪蜜大虫 我每天累得像狗一样 你还说我是猪蜜大虫 死吝啬鬼 不用找了 喂 我听到这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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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要等三十年左右 三十年啊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我刚才查的三十年呢 其实说的是你十八岁申请时候的情况 现在呢 这个计分制呢 是每等一个月就加一分 当你累积到四百一十九分之后 就有资格去审查了 你好像快满六十岁了吧 长者会快一点 不过呢 单身又会慢一点 什么意思 就是预计三年左右 我怕我等不到 如果你真的很急 其实也可以申请这个妇女宿舍先住着 要怎么申请啊 那就要先看看你的资料 那你已经结了婚超过三十年了 离婚就不是因为第三者 那你有没有被家暴过 难不成是戏酒 一定是赌钱对不对 他喜欢赌马 不过 也不算是倾家荡产那种 不是赌也不是酒 一定是嫖计 那他有什么不良嗜好呢 他不咽不酒 可以说没什么不良嗜好 没不良嗜好你们还离婚 难道离婚 需要对方有不良嗜好吗 也不是 但是离婚总是有原因的对吧 我也说不上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他站在那儿 吃口饭 说句话 就算只是坐在那儿 我都觉得我好像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还是房子太小的问题 我只是觉得我很不开心 很想离开 你明白吗 回来了 吃过饭吗 做给你吃 好啊 干我吃 这些菜啊比你妈做的那些好吃多了 什么都水煮想起来就害怕 就是这么清淡你才没三高啊 我身体好关他屁事 今天难得父子俩吃饭 别说老爸不提醒你啊 男人千万不要结婚 对 老爸 我刚刚才求了婚 你跟我说这种话 哼 想当年你爸风靡万千少女 多少女孩子将跟我快乐 没想到一世英明 败给你妈那楚楚可怜的公事 老爸 老爸 我不想跟其他女孩子快乐 我是真心喜欢琪琪想跟她过日子 总之别说我没教你啊 男人不结婚呢就可以玩女人 结了婚呢就被女人玩 除非你很有钱那就不同 妈妈你帮你生了三个孩子 勤俭持家这也叫玩你啊 生了三个还不识玩我 生孩子没你的份 妈是单性繁殖的 小叔叔就哭 长大了就顶嘴 一个个都是胳膊肘往外拐 老婆子女咬不熟的 生儿子你去生啊 生儿子就帮你点份清蒸白膳 再加瓶冰啤酒去去火 好吗 再加一个小菜 麻烦你 来 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李日辉 今年八岁 是深圳市中小学游泳联赛小学组 五十米自由泳的记录保持者 除了运动我也喜欢看书 最近在看霍金的《时间简史》 我都未必看得懂《时间简史》 你看得懂吗 不等就上网查喽 你也可以的 那你平时除了游泳读书之外 还会不会帮妈咪外公做家务呢 有帮妈咪没帮外公 为什么不帮外公 外公去世了怎么帮啊 请问这位是 我老公虽然不是小灰的亲生爸爸 但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堂爱 是的 是的 父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给老师这两个人 你再做到是没有干物 我 也想要银子 我现在只要银子 你不知道 我现在就要银子 你什么都能看得到 你为什么了 我现在都把你 microbiome 吃完 他会给你拿来 你现在来 我 我现在今天 我现在书 又煎又炸起不吃浪费了 我是想着 凯杰喜欢吃油炸的吗 你看我身材这么好 就知道我饮食很健康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爸血压高 还做这么多 生怕他不会中风吗 我是想着 一家人第一顿饭要吃好一点 好 没错没错 大家多吃点开开心心的 喂 你呀 思想正面一点 不要整天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呀 大家吃饭 乖了乖了 吃饭吃饭 我刚才忘了去帮阿玲买iPhone啊 多少钱 好像是九千八 我也要买电脑 那你去买呀 加写视频一万二 谢谢 你毕业一整年了还不去找工作 每次都是伸手找我要钱 你不觉得你脸皮很厚吗 叶剑也没找你 没有 还住在那臭小子那儿 你自己问他喽 我看那臭小子这辈子都买不起房子 做人最重要知错能改 认个错说句对不起 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真的很帅啊 如果我也能拍拖 我当众吃屎给你看 他们真的好奔配呀 多烫啊 丢狗脱单 我肯定能知道你神了 算了吧你 我反应很快 你什么意见 我肯定能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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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混合》 我肯定能知道你 是不忍受到你 你也帮我带 你做的 先挡个卡 好 对了 我也有东西给你 送给你的 为什么 没有 看你的手机旧了吗 谢谢 你今天要干什么 看书吧 怎么啦 有件事我早就想跟女朋友做了 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做什么 有点辛苦的 之后还可能会有一点痛啊 为什么 你想跟女朋友跑步呢 你不觉得跟喜欢的人一起流汗 一起向目标努力很浪漫吗 觉得 是谁发明跑步的 到底是谁发明跑步的 我是谁发明跑步的 没有 那就 你怎么样 没事 可以继续跑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啊 如果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 真的 我以为你以后都不想再跑步了 那以后每天都来跑步好不好 好 你肚子好饿啊 去食堂吃啊 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说这么多干什么 心太难快了 就是 没错 快 走走走走走走 他们在干什么呀 我 我 我 是要痛几天的 这是正常的 不用这么担心 不行了 为什么只有我痛你不痛 我经常做运动吗 我不去 痛不痛 痛不痛 不痛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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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个厕所 我先吃导导 我扣üyorum 我可以 我回去了 是啊 我全身都很痛 不是很舒服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休息吧 拜拜 拜拜 我的孩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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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哇 這是你的晚餐 來吧 哇 可愛吧 來吧 喂 小姐 要你 下車了 嗯 過來 坐下 洋蔥圈 喜不喜歡 媽咪說 一場兄弟 我不會出賣你的 謝謝 還想不想要啊 那 我問你幾個問題 你能答出來 我就全都送給你 哎 你還沒有回答 我一定不會騙你的 你可以先給我 你親生爸爸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誰 所以你沒有見過你爸爸 沒有 我每次問媽咪 她都說她掉進糞坑死了 所以我小時候總想把頭伸進糞坑找爸爸 那你媽咪後來是不是跟過很多叔叔 有一兩過 她們有沒有跟你媽結婚 沒有 那她為什麼跟我爸結婚 這個應該問你爸 我怎麼知道 你媽在越南是不是有很多親戚啊 嗯 我沒回歸越南不知道 只知道深圳有很多同鄉 有大乾媽 玉姑 玲姐 這就是一個詐騙集團啊 你媽咪也沒有玩微信啊 IG這些 有微信 來來來 幫我加她 這個就是她 啊 你是不是會玩IG啊 會啊 能不能教我玩 啊 學這個幹嘛 追蹤女孩子 難道追蹤男孩子嗎 啊 兄弟 我喜歡你 嘿嘿 那其實沒什麼 發一張皮特連你媽都不認識的照片 這個女人真是厲害 藏得這麼深 家裡最近怎麼樣 喂 喂 什麼 我問你家裡自己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那個女人下沒下藥 偷沒偷東西 哎 你以為拍公辛劑嗎 啊 那小子還睡著你的床啊 還有呢 爸買了一櫃子的補品 有烏絲素 還有還有含 哎呀 我不想聽這些 那個女人有什麼動靜 她要找爸拿錢呢 多少錢 不知道 我哪記得 你能不能上心一點 我們在打仗啊 爸都幾十歲的人了 他要死 男的不讓他死嗎 你小心被雷劈 你這麼緊張他 你自己回家看看咯 老爸也要問我你在哪裡 還說你只要道個歉 就可以回去 道什麼歉啊 現在是那個女人不對 到時候拆穿她的真面目 老爸跟我道歉差不多 那我不管你慢慢攻心計了 總之呢 不要再找我當傳聲筒就行了 什麼意思啊 謝人費 照顧工作吧你 喂 還沒找到抽分的罪證啊 他是個慣犯 根本沒破綻 再這麼下去啊 我家恐怕不保了 不要再繳了 快化成水了 那麼這樣 我來幫你想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啊 暫時沒想到 不過呢 讓腦子放鬆一下 不那麼累就想到了 要不這樣 我們下班之後呢 去增加家庭成員啊 這麼少啊 這個月住了太空艙 娛樂費要開 但十二個只夠加四次 把握機會了 嫁不到我會罰你呢 看這麼表演 怎麼這麼厲害啊 為什麼 一直都厲害啊 我知道 你偷偷練過 是啊 上班 朝九晚九 星期六日陪你 所以晚上做夢的時候 偷偷跑去練他 行了 厲害了 剛才呢 你說加不到要罰嗎 但現在加到了 是不是有獎啊 太空艙怎麼獎呢 那要不我們 去 以後 起碼這個月不行啊 那要不我們 不行了那麼窄 動作小一點就行了 是不是 走 小心啊 小心啊 我 走 走 走 我 走 走 我 走 走 巨龙来了 你怎么样 快点出来 一千块 我 我自己住的 自己住这个院来干吗 你 你懂什么 你 你又没有 军魂利用吧 你的态度真是啊 回去吧 要不我再租一间陪你 不用了 多浪费钱 而且都是分开住 有什么意思呢 回去吧 那你抱着新成员 当时我陪你了 嗯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麻烦让让 拜拜 拜拜 回来了 哦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大家 是不是不结婚啊 不是因为我上次吧 不是啊 小说一点啊 我在看书啊 我想问一下 如果琪琪搬进来 大家怎么看啊 我反对 家里已经很挤了 怎么多住一个人 现在找房子真的很难 住住看吧 住住看 你知不知道多个人 水电媒体贵多少 是不是你给啊 你脑子里想的就是钱 电费水费能有多少 什么都禁禁计较 我现在不跟你谈钱 小妹说得很对 房子这么小 怎么可能多住一个人 你想清楚啊 这未来大嫂进来住 是不是想为节先分 她一直都知道 我们家的情况 你不用说了 急着上厕所 排队排到清明节 要不我们 总之不行 现在二对二大屏 有户主我说了算 不行 这是什么 法师炒饭了 差这么多 配送路呢 每份都是这样的 图文不符 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我可以去消费者委员会 告诉你们的 你什么态度 就这里出来 不好意思啊 先生 什么事啊 喂 你看看 就这么点黑松露 他还用这种态度对待我 我要他跟我道歉 不好意思 先生 喂 要不你说一句抱歉 喂 抱歉啊 我不做了 喂 喂 你们连三点上班 以后都不做了 看什么吃啊 写得很清楚 图片只供参考的 几十块有黑松露给你吃 这么喜欢吃法师 去法国吃啊 你们等一下 什么事要你大家光临啊 明天的就要不做了 为什么 你不知道我求了人家很久才给我 你有更好的欧房 多找啊 出差 不猜了 你说 李婷君找我当他助手 帮CK和VS拍照的摄影大师李婷君啊 明天就开工了 你怎么认识他呢 上次的照片原来是帮他做 可能他觉得我拍的还行吧 就知道你行啊 各位 听我说 这位就是谁 摄影大师李婷君的御用助手欧道 记住他的样子啊 以后找摄影师 知道找谁了对不对 你这次真的很厉害 去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们刚刚拍拖两周年 觉得怎么样 很好 Heman说你惜字如今 原来是真的 我就喜欢这种 多做事少说话的人 欢迎来到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我之后会跟Heman合作办一个叫做 爱情时间线的摄影展 用照片记录下 不同空间 不同时间的爱情状态 就比如刚刚开始的甜蜜 日子久了的平淡 七年之痒的挣扎 一家三口的疲乏 我觉得如果把这些时刻 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条爱情时间线 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展示 我今天约了三对不同年龄的婚姻 做访问 你来帮忙 好啊 今天先不拍照 你负责录音 好 不好意思啊 先回个电话 我们拍拖一个月了 他追了我四个月 不不不不 是四个月零十六天 爹地 问你啊 我们拍拖多久了 拍拖十年了 结婚七年了 平时正常上班 一放假呢 就回家陪陪家里人 还有带带女儿 你那叫带女儿 闹着玩吧 大概啊四十三年吧 有这么久吗 你儿子啊 都三十几岁了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见面 见不到呢 也会打电话 聊到两三点 最想啊 可以一家人一起去旅行 好不好 等公司没那么忙了 就请假一起去 你公司有不忙的时候吗 下半年了 如果她生病了 我哪有本事照顾她 你先照顾好自己吧 就是个妖怪 谢谢两位 谢谢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 谢谢 今天先这样 你回去天天录音 然后告诉我有什么感觉 我不是当记者的 我不做人用专访 你会不会找错人了 原来你除了不喜欢说话之外 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话 我不明白你想让我做什么 摄影师除了要用眼睛去看 还要用耳朵去听 用心去感受 你要记住 如果只是拍object 那是product shot 我要拍的是里面的灵魂 里面的意向 为什么摄影师的照片 可以让人看到哭 看到笑 让人觉得感动 就是因为她肯花心思 了解那个人 这一点就是好的摄影师 和顶级摄影师的区别 你想当哪一种 要拍出好照片 今天就要把拍摄对象的灵魂 完全具为己有 要做到这样 就要先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你先回去听这些录音 为什么客人的反应这么差 网民在Facebook笑我们 跟扬州炒饭没区别 基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做了一份分析报告 主要是一些外部的不可抗力因素 可以 司局长之前说了 最近香港经济下滑 市民减少外出 消费率减弱 就在前不久呢 有份调查报告显示 香港餐饮业的整体生意额 下跌了四个百分点 而前不久 法国总统又发表了 不恰当的言论 导致法国的形象跌至谷底 这么多不幸的因素加在一起 才导致我们这个法式炒饭 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这次呢就当买个教训 现在的经济不好 就不应该再推这些贵气的产品 应该推接地气 可以啊 我们不要卖法国鹅干和黑松露了 那我们可以卖一些法国平民美食 比如洋葱汤烧春鸡都可以的 你连八达冲都不会用 要你想接地气的也是难为你的 不如交给手下做吧 这得让你接地气交给你们吧 这次呢就是我给你们最好的机会 记住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我们会好好做的 我也有些想法 我们可以做本地有机农场素食 现在流行健康素食 又接地气成本又低 你肯定是平时不去菜市场买菜 不知道市场价 本地有机农场的菜比猪牛肉还贵 悄饱了 rawск tekrar 评论一下 接地气也分很多种的 有便宜有贵 你说得对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接地气是什么类型 参考而已 你们快去出去找资料 别人每次都要我教你做事 还不出去 为什么老板会觉得我们接地气 不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们穿得很寒酸吗 不都是优衣裤吗 说 穿着舒服就行了 难道穿得像朵花似的就叫高级吗 是吧 还有啊 茶餐厅本身已经很接地气了 还你怎么更接地气啊 奇怪 您好 我想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 这里被人投诉说 吴正经营旅馆现在要查封 所有人必须搬走 这太离谱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那去附近餐厅坐坐 我上去帮你收拾好东西 再去找酒店 好吗 怎么了 我是不是很失败 怎么这么说 我不做记者 找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 但自己根本就不喜欢 我以为不要梦想就可以有钱 留自己的家 但我到现在呢 天天呢 就是上班下班加班 然后吃东西 都要左思右想 为什么我这么怕 仇分抢走我的家 因为我知道 我根本就无家可归 我这样不是很失败吗 傻丫头 怎么会呢 你还有我吗 对吧 就多久 找到马上班 没问题 那 马上给你 五千哪 五千还不如去抢 五千请我当助攻 物超所值了 你敲我们竹杠越多 我们就只会越晚找到地方班 五千块不是全都给我的 不给 那你们自己搞定老爸咯 就给那么一点点还要我处理 省省吧 我们呢 真的搞不定老爸的 五千太贵了 我给 我给你 出去租都不止这个价钱 还有啊 臭丫头对付老爸 真的有一套 来 嗯 一会儿取给你 有个补充条件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们住进来之后 不准发出任何奇怪的声音 朝我看出 神经病 老爸回来了 又想干吗 先坐下坐下 你也辛苦了 老爸 你知不知道琪琪真的很惨啊 他被恶毒的后妈赶出来之后 我们千辛万苦找到一家酒店 就会被人查封了 神经病啊 如果我们不帮他呢 他今晚就要一个人 孤零零流落街头了 真是惨绝人寰啊 外面那么多酒店 几百块都给不起啊 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 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 积少会成多的老爸 你不要变故事骗我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没有骗你 琪琪真的是被他爸赶出来的 是啊是啊 你再吵我连你一起赶出去 只是想想我也不赞成 再加个人 家里实在太急了 你在我旁边睡了几十年 你想什么我不知道 故意跟我站在同一阵线 想着最近我跟你吵架了 替我唱反调 想得美 未来儿媳妇想搬进来 正常人都会同意的 你非要犯众怒 我跟他说过 没本事就不要结婚吗 当年我有没有带你回我家 现在的年轻人 一有什么事就往家里跑 叫生惯养 把他惯成废物 我叫儿子你懂什么 老爸 喝瓶啤酒 明白 你怎么会故意不让未来大嫂住进来呢 你下狠心也是为了我们好 不想哥养成习惯 凡事都靠你 希望他像你一样 做一个有责任 有骨气的真男人吗 让家里人有个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的温暖的家而已 小妹说得很对 说了句人话 其实哥也很想变得跟你一样 但是你知道 他毕竟不是你 没你厉害 他没吃过苦 突然遇到问题 不懂得处理 但是要回来找你求救了 搞不定就知道找老爸 真没用 是啊 但是当老爸的 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大嫂也只是赞助 你这么通情达理 肯定理解得好 大嫂啊 你有个这么好的未来工工 真是很幸福啊 是啊 其实哥也知道自己不好 添了麻烦 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点心意 自为补偿 你说下吧 别怪老爸啰嗦啊 我这么做呢 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这个世界没有谁欠你的 得人恩国千年计啊 知不知道 在外面搞不定 就回来找老爸 你怎么说也是我儿子 我不想看着你死嘛 对吧 不过我使些生命啊 进了我陈家呢 就要守规矩 做家务知不知道 没问题 地方小 讲究一下啊 没关系啊 你看看 至少他们可以一家团庆了 我们也是 嗯 小一点没关系 可以亲密一点喽 起码不用分两个舱 隔着塑料 嗯 还可以每晚报纸起数 还不用担心被赶走 那我们算不算是 正式开始同居生活了 算啊 我们来回家 谢谢你啊 对不起啊 你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啊 不是你失败 是我没用才对 你怎么会没用啊 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许胡说来讲 不过呢 我真的有点担心 跟你家里人相处不好 哦 对不起你不用担心 肯定相处不好 我相处了三十几年 都相处不好 不过其实呢 妈咪和小妹没什么 真正的大boss 是我老爸 那 不过呢 天大的事 都有她帮你挡着你 所以你今晚抱着她睡一觉 就没问题了 怎么了 去洗澡 玩了老爸又有妈 principal 说梦 当小风波又巨视 感动无数次 感动无数次 时候每天 简简单单相处 闹脆甜美所言 quarant 小czyć 第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